应该是说我要先讲一下 他们本金的定义是什么 因为本金我们一般认为是说 我的配的席 跟我的本金是分开看 可是呢一般我们买债券 其实债券是每一年配一次席 可是我们台湾国人很爱 每个月就拿到席 所以那怎么办 我今年的基金公司 我收到这一年的席 那我只配了一个月 我剩下11个月要怎么办 我要继续放着 可是这个部分的 这个为分配的 未到期的分配的配息呢 它也是算本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债券基金也会涨 它净值的波动 它配给你 如果今天净值涨 它配给你 它也算本金 这个叫资本利得 那第三个才是我们讲的 传统讲的配息 所以这三个都叫做 本金的情况下 所以可是很奇怪 我不知道为什么基金公司 它就是只公布 它本金跟配息的比例有多少 它并没有说 我到底是从配息 哪边配出来的 或者是资本利得 或者是未到期的这个 本金它都没有说明 所以你只能 像我后来去做一些功课 我发现 你比较配息跟报酬率 算是稳健的 往上增长的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 大概配20 最多30个percent 如果超过这个比例了 通常就会建议 一般不要去选这样的一个 标的跟基金 OK 都不停车